那我我我現在所講的是考試 考試一定會一定要上的東西 做個正義 OK 力學波跟電磁波 最大差別是什麼 介質對不對 最大差別在介質 力學波是有介質的東西 電磁波是沒有介質 沒有介質他可能傳遞 好有介質我們去看一下穿平圈 假設這是一個物質是一個介質的話 我現在要傳遞波 我這個東西會先往下 我現在只是向上 向下或向上移動 我在移動過程當中 我剛剛的動作是很慢的 但是假設我現在把它畫成一個 畫成一個指點來看的話 他鼻子之間也有個牽絆 就像下個邊它有彈力有個牽絆 那我突然間 把這個拉起來的時候 在這個還沒傳遞到這邊來的時候 他這條線是變長的 變長的時候 這個是被這條線的彈力拉上來的 對不對 所以下個動作是這個會 當我這個往上拉的時候 下個動作是這個會往上一點點 會被拉上來 被拉上來後 這條線也變長 對不對 再接下來會把這個也往上拉 所以他整個坡是這樣子傳遞 因為 介質跟介質之間它有一個聯繫 所以當著介質被橫向移動的時候 這個就跟著會往上移動 那跟著往上移動之後 就跟著往上移動 所以每個這樣牽上來之後 他下去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下去 他是跟著這樣牽絆 可是這樣子你這樣移動 你看我在這邊 我把第一個直作上下移動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坡的形狀 就會傳遞出去了 這坡的形狀就會傳遞出去了 這是已經上下回來了 它是坡度劃過往上移出去 所以我們說像這個坡的形狀是 我這樣在震動的時候 我的坡的前進跟我坡 每個介質的移動方向是垂直的 這個坡我們就叫橫坡 這是以他運動方式來處理掉 這是不同的方式 那 他另外一坡就是 假設我現在拿著 那我剛是這樣移動 那我如果這樣子很快的這樣移動 很快這樣移動的時候 他事實上也會壓縮 會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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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壓縮過去 那我們現在用的不是壓縮 我們現在 那應該是比較鬆的時候 我這樣前後他就會前後傳過去 那下面卻沒辦法這樣會變 但是 像會有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像聲音就是這種情況 我聲音震動 我的壓縮壓縮到這個聲音 那我們上次上過 氣力 理想氣力方程師有看過 氣力之間的碰撞 所以我的聲音碰撞給他 這聲音會在往前碰撞 會在往前碰撞 會在往前碰撞 那碰撞的時候他在彈回來嘛 所以我 嘴巴前面這個邊的 氣力分是被我壓力撞起的時候 他往前碰撞 他在撞回來 所以他事實上 嚴格來講這個有沒有跑掉 他並沒有跑掉 他是在前後移動 他前後移動跟坡 移動方向是一致的時候 我們就叫重坡 這兩種坡都是力學坡的一種 因為他需要戒指 因為他需要戒指 戒指就是我們剛剛講 因為他戒指在戒指之間有一個牽繃 所以他會有一個 移動的一個感覺 被拉著走 被拉著走 那電子坡沒有戒指 他怎麼傳遞 嗯 就有傳遞指 想看看他怎麼傳遞指 他自己就是戒指 他自己就是戒指 什麼意思 呃 因為 因為他是 魔朗壁指 OK 事實上比較好的是魔朗壁指 他事實上是魔朗壁指 就跟我這個分壁指 我要傳遞過去一樣 就過去了 他不需要戒指 對不對 他自己就飛過去了 就是說 當我這個東西被發射出去的時候 他就走了 他不需要任何物質傳 不需要任何物質傳遞他的能量 所以他本身他就是一個 很像一個歷史東西 他傳遞出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說的 就是 他是不需要戒指 他本來就跑 所以波帶有這兩種 他有沒有戒指來區分 只有這兩種 電磁波跟電磁波 力旋波在分內的話就有橫波跟動波兩種 這是運動法制的普通 好那我們看到波我們就可以想說 波裡有幾個基本的 參數是什麼 波也可來講 波是這樣 我們如果定義 這個波的話 波是 他本身的戒指在移動 跟波的運動 波會往前移動 但是這個戒指只是移動之後又回到原來的點上 所以他不會跟著跑過去 那誰傳出去了 能量傳遞出去的 所以這是標準波的概念 但是電磁波又很特別 他沒有戒指 所以 他是直接是能量傳遞出去 所以電磁波又有人講 這就是直接的純能量 他是一個單純的能量傳遞 他沒有什麼戒指不戒指 他是單純能量傳遞 那波我們如果看一個性 一個性量 這叫做一個完整的波 假如這是 這是歪走的話 歪走這個方向 這時間走 時間走就會從這個原點來講話 假如我今天拉個波這樣走的話 這樣過去 這個 這個時間 就是我們的 周期對不對 對 我們一個波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周期 那周期的定義是什麼 周期的單位是秒 所以周期的定義就是 完成一個波所需要的時間 那我們在講波的話 另外一個概念叫頻率 什麼是頻率 1秒幾個波 1秒幾個波 所以 頻率我們要用frequency F來調式 1秒幾個波 所以假設 我的周期是1的時候 我頻率是多少 你的周期是1的時候 頻率也是1 也是1 那如果周期是10呢 你的頻率就是 就是多少 就是10分之1 10分之1 因為它的意思是 因為它的意思是 我如果10 表示我一個周期 要10秒 10 這個波是很慢的 這個波是很慢的 那相關講頻率是1秒幾次 10分之1次 最小段的波 那如果我的周期是0.01秒 我的頻率大概是10對不對 這兩步為倒數 被看得出來 沒有10次 所以每次只有1.01秒 這是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知道頻率是要周期 我們還可以看那個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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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的中間線的高度 這叫做整腹 正腹背 正腹通常代表是這個聲音的強度 假設是聲波的話是聲音的強度 如果是像海浪的話 它就指的是 因為也可以代表海浪的強度 所以實際上簡單來講 這是一種能量的象徵 像一個波跟能量相關的移住的正腹之外 還有就是頻率 頻率越高的 它的能量越強 因為它實際上頻率越高 反正速度 它振動速度越快 它每個支點移動速度越快 每個支點移動速度很快 那正腹代表什麼 正腹代表的是速度 我要從中的高度當作移動 是不是速度的一種 你可以讓它想一下 能量是跟正腹 跟頻率有關 它除了這個海浪 還有這個實際上的長度 我就要伸在一條畫 假設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坡 從這邊移動到這邊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完整坡的長度 物理 不是時間的長度 時間長度的周型 它是實際上的長度 真的叫做坡長 對不對 坡長的當然是讓它 然後它實際上的長度 好了 那我們現在有坡長 我們有周期 我可以知道坡數嗎 可以 坡數是什麼 我們用那個坡 所走的長度是讓它 我們用那個坡 所需要的時間是周期 踢 那我們的坡錯是什麼 蹈牆打 неп凡 差 demographic 我們ار不著 走的 令人 浪大大尊 趁場 他的速度是多少 這樣還沒有多少時間 他花了三秒鐘 走了十公尺 他的速度是多少 他的速度就是 長度除以時間 長度除以時間 所以是十除以三 也等於 lambda除以t 我一個坡所走的距離 所需要的時間 所以 應該是 lambda除以t 對不對 我們如果用頻率來講的話 t分之一到來頻率 所以你可以寫 lambda f 對不對 這不是 公司不是叫你被公司 這只是很單純的 一個時間運算 時間跟距離的運算 對吧 這不需要背 所以等一下想一下說 我們如果想不清楚坡度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回到他最基本的定義 我一個時間所走的距離 就是速度 那我的時間是周期 我的距離是坡長 我這個時間所走的長度 就是速度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 直接換算成坡的速度 坡速就知道 這不需要特別去背 好 所以整個坡 大概就是這些 東西 我們真的有時候會考慮到 這個坡的速度 或是坡的周期 或坡的長度 那機場比較小的是 有一個 現在我們在 在聽收音器 聽收音器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樣 應該還早聽AM 還早聽FM 知道AM嗎 我知道AM跟PM PM是什麼 那是早上小 不是PM AM是 FM是百萬赫茲 Mega赫茲 赫茲是頻率的單位 頻率的單位是赫茲 頻率的單位是赫茲 Mega赫茲 AM是K赫茲 好 就電磁波來講 因為這都是電磁波 這是無線電波 無線電波 電磁波 電磁波的速度 波速很簡單 它的波速就是C 它的波速就是C 3乘以10的8之方 每秒3乘以10的8之方公尺 這是固定的 這是固定的 但這是頻率 AM跟FM蛋白是頻率 AM的範圍是K赫茲 K赫茲是什麼 K是7N FM的話 AM克茲 M是百萬 對不對 差了10的3之方 是吧 好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嗎 這兩個波 誰的波草比較長 這個波草比較長 波速是固定的 電磁波的波速是固定的 對不對 波速是固定的 所以波速器很少 等於是LAN打F的話 所以我們的F 跟LAN打 是怎麼比 成反比對不對 所以我的頻率越高了 我的波草就越 多 對 好 這兩個 誰的波草比較短 A 就是FM FM FM FM怎麼波草比較短 因為它是M赫茲 AM是K赫茲 所以它波草比較長 好了 我們現在還有用的東西 就是GIGA赫茲 GIGA赫茲誰用 手機 電腦 Wi-Fi 就是GIGA赫茲 這次選擇又高 GIGA赫茲又更快了 頻率又更高 所以它的波草就更 更短 更短 它的波草就更短 那這三個波草的 穿透性比較好 GIGA赫茲 GIGA赫茲比較好 對不對 這是常常的 它波草比較短 它可以滲透比較強 那 怎麼了 怎麼了 突然笑了一下 好 那我都果然進到老了 那AM呢 它的波草比較長 所以它的效果比較長 所以眼睛換個角度 為什麼現在不用它呢 因為它衝動性比較長 所以AM的收音機 有時候聽 要在空曠的地方 不要聽得聽起來 你只要在都會區 因為房子大樓 大廈很多的時候 它真的在波草 穿不過去建築物裡面 所以建築物感覺就是 不見AM 但是 FM好一點 那FM另外好處是 因為它的頻率比較快 GIGA會更似 所以它可以載的資料量比較大 所以通常AM呢 它是單音 AM的聲音是單音 它沒有辦法做立體聲 FM可以說要立體聲 GIGA才可以做圖形 對不對 因為它可以載的資料量比較大 這也可以從這邊來看 它載的 你可以講 一個波就是一個資料量 所以一秒鐘我可以產生 這是百萬 這個是多少 百萬的一千倍 百萬千萬一十億 這十億嘛 一秒鐘十一次的震動 所以它可以載的資料量比較大 那當然波的 國中範圍大概就是這些 所以我們用短短的幾分鐘複習完 幾分鐘 對吧 那 那 在這邊其實我們 在 假設我們現在看 在這個波速的傳遞上 你可以想一下波速 到底跟誰有關 就一個神仔講的話 你認為它鬆鬆的波速比較快 是緊的時候波速比較快 緊的時候波速比較快 緊的波速比較快 可以想一下一下 但我們剛剛不講 一個戒指跟一個戒指之間 中間是有拉扯之後 它拉到越緊的時候 我這樣往上拉的時候 是很快有力量到它 對不對 我這個移動的時候很快 移動到它 這個時候速度會改變很快 速度就是相對來很快 那如果是失蹤的時候 我移上來了 它隔一段時間就改 喔 雨往上走 那我不能往上走 你相對來波速又慢 你波速就是 移動速度變慢 所以緊度 會移動到波速 越緊的當然速度越快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我很緊的時候 通常我們就把一個選 拉扯能緊的時候 它的頻率會比較高 是吧 會飄 那個 頻率相對變高 應該速度變快 好 那我們如果另外一個 影響波速的經驗是 假設那條繩子 好 跟這樣的繩子 我把兩邊疊在一起 又相對變厚了 我通常能量給它 誰比較 誰比較波速比較快 密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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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那我先想看 密度高 密度高會穿得比較快 還是穿得比較慢 還是 比較快 密度高比較快 因為你想想看 我一個能量給它 我密度高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 慣性比較強 密度高 密度高是不是 這一段 這一段手具有的質量比較多 可是 這一邊手具有的質量比較大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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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緊度 跟 緊度 你剛剛不是說 它兩個比較近 跟兩個比較鬆 的關係 緊度 你可以想像就是 它 比較瘦 就 我當時往上移動的時候 這邊很緊 所以它很快就 把這個能量傳過來 很緊嘛 很那樣傳過來 那重量的話 線的密度就是它的重量 代表重量 線密度是 我密度越高 表示我這邊 單位 長度所具有的質量 比較大 那 什麼是質量 質量就是 你看 你剛剛被運動的感覺 對 對 那是我們慣性的感覺 所以 你質量越大 它是不是越不容易動 對啊 那脫肢是快還是慢 會比較慢 會比較慢 可是 那 頸度是什麼東西 頸度是 頸度代表是 粘力 就是我現在 肌肉上的頸度 跟脹的頸度 粘力不一樣 那如果不在繩子上 要用什麼東西表示 如果是空穴的話 就密度 就是 碰碰的機率 密度啊 但是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 當然你這小碗會有點錯 不用 假設 所以我剛剛不是 同樣這條繩子 我如果拉這樣跟拉這樣 當然它密度變小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的做法 不是這樣做 我剛剛做法是把兩邊對折 但是我拉的長度是一樣的 這樣子的長度 它的線密度 跟這樣子的線密度 所以比較大 頸度是一樣的 目前頸度是一樣的 對不對 可是線密度來講的話 是不是兩條伸在一起 跟單一條伸在一起 線密度不一樣 對不對 我拉的頸度是一樣 我拉的頸度是一樣 所以 這個 鬆頸度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 線密度變大的時候 它的相對的量 它的步驟變慢 這樣 可以接受嗎 就是 你可以從這邊來看說 當我的頸度很緊的時候 這中間的力量很大的時候 我移動它 看快就把這個 移動的 橫向移動 傳避到第二個 直點 另外就是 我質量很大的時候 質量很大 相對來講 我比較鈍性 比較鈍 我的慣性比較強 所以當可以移動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移動 傳避到下一個的時候 我會比較 我的反應會比較慢 我的反應會比較遲鈍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波速 跟兩個東西相關 一個是 一個是張力 跟上地有關 跟他們的密碼 因為是洩密度 洩密度就是那個 單位長度的質量 洩密度有關 可是波速跟它 比較像正的關係 你的張力越大的時候 我的波速越大 跟洩密度是層 有點像方便的關係 洩密度越大 我的波速越慢 他的關係 事實上是剛好是 所以我的波速是正比這個 那你說這怎麼來的 這怎麼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這是我們需要的非常好想 好我們先來想像一下 一個波在運動的時候 好 我們現在觀察 就看這個紅色點 就看這個紅色點 看這個黃色點 我那波在移動的時候 你看這黃色點 它承什麼運動 上下 上下 那我們過去所學的 承上下運動 又可以說這要承什麼運動 這波 這樣子過去的時候 這樣過去的時候 這黃色點在承什麼運動 SHA 減血運動 減血運動 對不對 是不是SHA 減血運動 所以我們可以把減血運動 在哪裡用 怎麼推倒 我們來想一下 當這個繩子 被震動的時候 被上下震動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局部這一塊 我們來看這一塊繩子 這一塊繩子 這塊繩子是不是 受了什麼力 第一個是這個張力 第二個是這邊的張力 這張力是一樣大 對不對 那這個張力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邊有一個角度 吸大腳 這邊是吸大腳 這邊是吸大腳的時候 這邊是幾度 這是二吸大腳 但我這樣抱的也不太準 但是我們取的是很小放 在這個一點點地方的時候 簡單的講 這條件是垂直的時候 所以說 這邊角度 我們把他局部放大 把他局部放大 在這個繩子這邊的時候 我們約略取這邊的長 這邊角度跟這邊角度一致的時候 這是C大腳 那 C大腳 所以這條線是垂直嘛 對不對 這條線垂直嘛 所以這C大腳 這條線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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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下次三角形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這邊是垂直90度 對不對 這邊垂直90度 這是弓弄腳 這是弓弄腳 這條線垂直 然後這個角 這個角 對不對 所以 這邊的C大 這邊是C大 這是2C大 對不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向下的力梯 這邊有向下的力梯 這是張力 對 那張力 喔 這個繩子在最上面的時候是往下掉 它是我的力量是要往下掉 這力量往從那邊來 這力量是這邊的分力 是不是可以去這邊的分力 這邊的分力是不是 T 3C大 這邊是不是T3C大 所以這條繩子它是我的力什麼 是兩倍 兩倍的T3C大 沒夠 好 它的質量能夠長 這整個繩子的質量能夠長 對 質量我們不知道 那我給你一個東西叫洩密度 對不對 洩密度什麼意思 洩密度表示我的質量 除掉我的長度 是這樣的 所以假設我給你洩密度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這個長度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這個繩子的質量有多少 我只要承讓這長度就好了 這長度是多少 我現在有個補啊 我現在不是個補長 我現在有個補長 我現在有個補啊 這是補長 我現在有腳步啊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線 差度 對不對 好像 好像可以吧 好像可以吧 我們只有缺一個東西 不行吧 還差一個字訊 差一個字訊 對 還差另一個種長度 我們還差一個半性 對不對 假設半性知道 這邊的長度是2RC大 應該是R2C大 反正我把2C移出來 2RC大 對不對 這只能m 就是我的質量 我有力 我有質量 我可以算出它的 震動的這個 周型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來 周型知道了 我就可以再往前推 其他相關的參數 好 這個是 我覺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現在先不講 我們就 我們大概先跑到這邊 好 這是因為 因為它用的是減全運動的做法 我們之前也學過減全運動的 所以 這部分我們可以先留到這邊 先 再想一想 那接下來我們再講 那我們講說 再講到坡 是讓我們來講 就是反射跟折射 什麼是反射 彈回去 彈回去 撞到目標彈回去 假設我現在很自然 我現在一個 東西撞到牆壁 它會彈回來 它會往前彈 我們空氣的氣體分子 它也是彈進空中 鼻子撞擊會彈回去 那就過來講到 它怎麼彈回去 撞到牆壁 OK 所以我每個支點 這樣支點在移動的時候 我每個支點都上下移動 當我這一邊有一個物體 我這個支點要往上的時候 撞到它 它會怎麼樣反彈 它會不理你 它不會不理我 它這個 它不理我 但是我會做動作 就是往另一個方向彈 所以這個繩子來彈 假設我這樣子 過去的時候 它撞到它是往下彈回來 對不對 它會往下彈回來 假設我這個繩子 這邊是固定端 我身上貼的 當我有一個坡 靠近它的時候 把這個坡移動 移動到這邊 撞到它的時候 我這邊撞到了 我撞到這個坡是往下 是要往下拉對不對 可是往下拉拉 拉不動 所以它反彈會變成 反彈會變成往上 往上回去 所以它 它坡反彈回來之後 它是 剛好跟它是成相反當相 相反當相 我們叫做相 如果叫做相的話 在相的英文就是Face Face Face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我的坡路這個圖形 我坡路這個樣子 另外一坡如果是這個樣子 這兩個坡我們就說 這要反向 好 就剛好一間打 我們如果有一個坡 跟它是同樣的 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說這坡要同下 那如果另外一個坡是這樣子 好 好 我們就說這個相差多少 相沒差 它相差四分底周期 四分底周期 所以就一個反向的坡 來講 像這個坡跟這個坡 成反向 反向差幾周期 反向差幾周期 反向差 二分之一周期 二分之一周期 你看 它要往地的走的時候 它已經在那邊 這個往地的走在這裡 它往地的走在這裡 是不是差二分之一周期 反向的坡是差二分之一周期 所以我們這叫相差 相差 相差在於說 我的形狀跟 我的坡型的差別 是差周期 它用周期來看 是差幾周期 所以就一個繩子來講 它這邊幾乎硬端 我撞過來的坡 撞到它 反彈的坡 反射坡 是會有誤差 是二分之一周期的 一個誤差 那如果相對來講 我這邊是開放的 我底下沒有固定它 我這樣子移動它 這邊會不會反彈 大概不會 大概不會 事實上它也會 所以是大概 大概 因為你要想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就好像一邊撞擊 我拿一個小玻璃珠 撞個大千球 登 大千球不太會動 所以小玻璃珠反彈了 可是我如果拿大千球 撞到小玻璃珠 撞到 是不是兩個一起往前走 對 那你把小玻璃珠 跟大千球來看 好像是兩個戒指的時候 就像這個 這個 線 如果是我這邊固定斷的話 就像固定斷就像地球一樣 我這線的移動 就撞到地球 所以地球不會動 直接彈回來 可是我如果說 這個線後面沒有綁東西 就好像它是跟空氣連結 我這樣撞過去 就好像千球撞到玻璃珠 那是不是不防竊子 它不會理它 它只是這樣擺 所以它擺不來 它擺動的時候 又跟著就擺不來 就是像 我這個鍋 假設是一條繩子 好 我這樣垂著的情況之下 我再到上面側洞 在上面側洞 傳下來 到這邊的時候 它自由藏 它自由的 它沒有東西去限制它 所以當我擺過來的時候 它會還是反應 比如說你看 就像 就像 你做這樣 好 靜止不動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看 彈不來 我們要裝作油 你不要裝作油啊 這是一個深則反彈 這是看得到的 像我們現在正做一個簡單的 現象的闡述 所以這也是實驗那種 只是我們沒有那麼精準的去計算個量測 所以我們再看現象 好 我們現在把這繩子 我們現在把這繩子 用它很好的 那一線 我們去 那邊的線 好 好 有耶 它就會反彈 反彈上來 因為它 當我一個鋪過去的時候 它到這邊 它是只有移動 當只有移動完之後 它就反彈 它是會更上來 它就反彈上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 波的反射 反射只要是 我們講反射 它只要碰到另外一個戒指 它就會反射 比如這樣你看 我看到玻璃 我可以看到玻璃 可以看到燈嗎 看到 為什麼可以看到燈 就是燈光 可以看到日光燈 為什麼 因為我反射 反射 那 玻璃理論上 是透光率很好的啊 對 假設我現在找到一個 透光率百分之百 我可以看到反射 透光率百分之百 對 沒有什麼東西 欸 空氣的區域反射 假設 那就是看不到 就看不到 就看不到反射 直接就錯過去了 那所以一個東西 它只要能夠 除非說你今天這個繩子 綁著另外一條繩子 這條繩子跟它的這個 完全的相同 這時候你的繩子震動 就會完全傳遞過去 它就不會有反彈 可是只要這繩子 的後面所接的東西 跟它反直不一樣 那它就會反彈 固定端跟懸空端 都會有反射波 都會有反射波 那這是波的尖叫 我們之前有講到 但是 水波又不一樣 水波跟水波 不像這個繩子會旋空 水波就是 你震動它就是我們傳遞 它碰到牆壁 像湖邊 你碰到岸邊 岸會再反彈回來 對不對 岸邊的反彈是什麼樣回事 一樣回事 在水波這部分 在課本來講 它講的叫波前 波前這個名詞 這一次有多詭異 這名詞 事實上我那時候沒有懂 我在高中都沒有懂 會不知道什麼叫波前 那 那 它有講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當水波在傳遞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說 每個傳遞點 都是另外的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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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來講 我們可以這樣想像 就是說 在這個繩子的戒指 往上夾這個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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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它被往上移動 所以它會拉到第三個點 往上移動 所以想像在這個瞬間 它是變成新的波圓 是不是這樣子 它變新的波圓 所以想像在這個戒指 有靠戒指 傳遞的戒指波來講的話 它就是有自己現象 它每個新的波傳遞出去 每個新的波都是新的波圓 就像我的聲音 我傳遞了 我聲音傳遞到這個空氣 這空氣在這邊 每個空氣都可以新的 都是新的波圓 所以它能量是 不斷地分散分散分散 分散的東西就是 它會散的很小 聲音很小對不對 但神波就不會有這個現象 神波就有像是一個 它把能量集中在這個身上 所以我往上移動的時候 我就在變成新的波圓 波圓還是自己一個 所以它能量集中 傳遞在這身上面 但聲波不是這樣 聲波就會分散掉 水波也是一樣 如果是水波 我中間 點一個水滴 我就砍那個眼影 眼影就慢慢擴散開了 眼影就慢慢擴散開了 我這個是 這是動畫 所以你看到跌的時候 這個跌的已經消失了 看到第三個的時候 第二個已經消失了 所以它是連影過散開了 那過散開好像發現 那個事情 我跌到中間的時候 它的高度是 它的震度是很大對不對 沒錯 我跌到第二個的時候 我高度會變低了 有越少 我跌到第三個的時候 高度越來越小 對不對 是越來越小 人家就越來越小 因為它分散掉了 好了 我這邊撞到牆壁了 它怎麼反彈 往回反彈 往回反彈 往回反彈是怎麼反彈 是 它撞在一點 它這邊形成一個形成波 它這一點撞到 它形成一個形成波 所以它是讓 反彈就是不會那麼的 它會 呃 反彈回去 但是呢 這個波 因為它是有方向性的 就是點的波來講的話 它的波是別的方向前進 對 抓到它之後 這波會往沿著方向前進 不一樣 這個方向前進 因為這是硬的嘛 對不對 所以 以這個方向前進的話 波就好像是 沿著這方向前進 你知道嗎 那所以你簡單 中間這個波是往這邊前進 這波 會往這邊前進 它看起來波就會變成是 類似的前行 對 所以是一個反方向的樣子 對 那 整個的話 那個就是月子才有 對 整個來講 如果是把岩燈起來的話 它就會像是 這樣一個波 當彈回去的波 你看到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它 它 符合這個方向 它這邊符合這個方向 它這邊符合這個方向 它就是 變成一個反射 跟它近似的波 那 這是波的一個前進跟反射 那我們這個反射 就符合我們的反射定律 這定律是什麼 路側角給你反射角 路側角 來反射角 好 路側角是哪一個 假設我現在是一個波 水波 我是一個水波 水波通常看到水波是 桿梁這個圓圈 水波有看到 啃的嗎 啃的 水波可以做啃的嗎 就是 我們在起波器 假如在水裡面拿著棍子 我在棍子這樣做上下移道給你 我可以看到這波是這樣子的 這是棍子 那我在 這是從上面看 棍子上下移動的時候 我可以看到波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波是這樣子 可以丟 因為每個點都是一個波園 每個點都是波園 所以這邊會變成 好 那就這個地方是變成平添波 變成平添波 水波的平添波 水波平添波 那水波平添波 我們可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說它的 它是讓 在這個地方能量會散失 這邊能量會散失 這邊能量會散失 但是這邊的話 能量基本上集中 往前移動 集中往前移動 只有這個角落 我們的波會 慢慢的隨著距離變大 而波震會變小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假設這個波 在往前移動的時候 我如果撞到一個物體 這個樣子 這是我的岸邊 好 撞到這個波 我會移動 先撞到先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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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這邊先撞到對不對 好 先撞到先反射 先反射 其實換個角度講 我一個時候 它波的先方向這個方向 阿福有反射定律 所以反射定律就是 路設角的反射角 對 好 路設角在哪裡 試一下 對啊 不想麻煩自己 我心裡壓力 每次上台 路設角是哪一個 每次上台寫東西都會錯 路設角是哪一個 然後我看到你在寫的波錢 對不對 波錢 波錢 那這不是波錢嗎 真的每個都波錢 這樣 假設你 一般來講的話 路設角是先畫法線 好 這是路設角 對不對 路設角 對 路設角 那就是我的坡變成跟它垂直 跟它垂直的方向前進 所以坡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水坡這樣變成 所以你看這腾坡撞出來 這樣彈過去 對不對 腾坡撞上來 這樣彈過去 這是腾坡的部分 那坡其實它有一個很特別經常 它那個 課本的說法就是坡掌跟坡消 什麼坡掌跟坡消 高等地 我知道是坡的交互作用 對它是乾澀的 乾澀線這樣 當我 假設一個坡傳過來 我這樣是 這樣子 另外坡傳過去是 這樣子 它撞在一起那一剎那呢 高的就會變得更高 低的就變得更離這坡的加強 所以它撞上去那一剎那 它是突然間會突然變得有個突破前 這兩個坡加起來 好 突然間會有高的起來 好 但當我這個低的 跟這個高的中環節的時候 它就消失了 低的跟高的中環節就消失了 所以這兩個坡中環節的時候 你看到一段時間是突然高起來 那一段時間是突然平靈的 好 因為它是剛好相反的過 所以它會較長 好 好 那這部分我有用個 用個那個 Excel 用個 簡單的一個說法 不是簡單的說法 簡單的一個計算 計算 因為說真的 我們 我們用這個做實驗 你要做到你剛好的實驗 除非說你有很好的機密儀器 機密設備 否則我們很難去做的 不用你看 拿一下 好 像這個坡應該速度上夠快 所以我們 平時上我們要震動夠快 我要震動的更 我現在手的震動能量很快 所以我如果有辦法震動夠快的話 我才可以跟你的坡 產生兩個坡的交會 哦 懂的意思 因為我坡太久了 身太久 身太久也是一個 你拉得更長 它就坡速更快 對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 如果 我們如果稍微 好 這樣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左右可以 因為我現在沒有張力 張力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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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這是反射坡 你現在剛剛是反射坡回來 對不對 好 如果你先跟我一起移動 跟我一起 然後沒有啦 因為我們這樣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不要那麼多坡 對 我們就是一次一個坡跳 不要 就是這樣一個坡跳 你要跟我一樣快 一二三 而且還多嗎 呀 好 我們都理解 我把那個 教材給你看 反正我們都理解 好 理解 你還好嗎 千萬不能吐出來啊 千萬不能吐出來啊 不會吐出來 你差不多應該要好了 你身體比較虛弱 你身體比較虛弱 你身體虛弱 你身體虛弱 這體就讓他有多短靜 你身體短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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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體短虛弱 我們看一下這兩個坡 這是 紅色的坡 紅色的坡 跟藍色的坡 它的 坡的相長 就是兩個疊加了 所以疊加之後 變成是 橘色的坡 對不對 這個高的地方 慢慢兩個疊壓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坡 當我這坡是向上的時候 我另外一坡也是要向上 所以它就是 一起向上 所以兩個的距離就會增加 就是向上 那我如果是另外一坡 這坡的向上 你可以看到 我這紅色的是 其實我兩個相差一點點 這邊是一倍 就是零零零倍 然後你看我這少了二分之一拍 應該是少了一拍 因為一個週期是二拍 我是少一個拍 因為我剛剛 我後面在計算的時候 這是用3014159 所以是少一個拍 所以它整個向 向的也是差了二分之一週期 所以二分之一週期 看來是向消 向消 你可以看到是 它紅色的坡 跟藍色的坡 就抵消了 假設我兩邊的 樹脂一樣 它就變得平了 它就向消了 我們再看一下 比較平常常見的坡 這平常常見的坡 就是我們的坡 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所以你看 藍色的坡是一個大坡 是一個很緩慢的坡 這個紅色的坡 是一個很頻率很高的坡 它兩個核在油變橘色的坡 是又有大坡的現象 又有小坡的現象 這種現象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這個 手機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它是坡型的兩側功能 因為我們講話都是聲波 所以它是在記錄你的聲波 好 那我現在先Pose掉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 因為這個是時間 時間走對不對 0秒到10秒 時間走 那我們把時間走放大 好 這是mini second mini second 就是千分之一秒 我們把它放大 那可以再把他移過來 沒有要做什麼 沒有要看 我把它放大那個坡型 oh shit 好 好 你可以看到它 有沒有它這個坡 是一個大坡窄個小坡 有沒有 它是大坡窄小坡 這是我們每個人的坡型都這樣子 都會有大坡窄小坡 就是 就像你看到那個心跳的那個坡也是一樣 都是 都不會是一個單一的坡 都是像這種 就是複合坡 像這種複合坡這樣 它就是 大坡跟小坡在一起 有沒有 中間是小坡 但是你可以 基本上 我的聲音 我的音色 所以我的音色很類似 所以你看它是重複的有沒有 有點重複 有點重複 只是我在講話 可能中間有些字句 會音量它的小坡型 但是我的聲音的頻率是 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大坡型的音量是 我整個聲音的頻率 這大坡型音量的頻率 小坡型音量是我講話的那個 當下那個字 當下那個句子 或當下那個音調 是小坡型的地方來影響 這是這個坡的疊層 好 我以為 是你做 就是啊 它在這邊削 它削削 它削削 如果它削削之後 在繩子上 呈現是歸零的狀態 那它之後還會繼續對不對 對啊繼續啊 因為它走過去啊 因為它並走過去啊 它不是已經 它不是就是 按照剛剛講的那時候 被抬起來 然後 然後 它也拉另外一個起來 可是它現在已經先 它已經經過 它已經經過 不小心相削了一次之後 它已經 變平了 沒有人拉起來了 沒有人拉起來了 人家很快啊 人家因為它是一個 人家因為它是一個 人家規外集中過 人家打擊蹦蹦 人家會不見 因 呃 我這樣也是 它當下兩個被 人削 這又像是什麼 像是 我如果是一個是 要往這邊撞 又是往這邊撞 然後能量撞到之後 瞬間 瞬間那一山 它停在這邊 但是事實上 這是一種撞擊 就像 我一個球啊 這樣 我這個球撞過來 這個球撞過去 撞過去那一瞬間 撞到那一山的瞬間 假設速度是一樣的時候 我們講像消 那一瞬間上這兩個球是都不動 下一瞬間呢 哦 下一瞬間是兩個球 各是往另外一方向不動 對 就是這樣 它可以說 在那一瞬間 兩個支點相撞 雖然它兩個支點不動 但是它事實上是 是一個動態平衡 所以下一瞬間 它們兩個都彈開了 所以撞也是一樣 那相撞是這個意思 相撞就是 我剛往這邊 太往這邊 就兩一瞬這邊 拿著它 OK 好 那我們講到這東西 事實上我們來講 我們要帶一下一個主題 是什麼 是 是 是 鑄坡 鑄坡是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你在我們一般做的 的那個 建築 設計上 就是要知道鑄坡的位置 要避免鑄 因為鑄坡會導致它的一直 不斷的頻率會增加 你剛剛 你再幫我拿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現象 好 我這鍋 我如果一個鍋過去 它會彈回來 可是你看它現在就會一直 不斷的重 為什麼 因為它鍋彈過去彈回來 彈過去彈回來 它一直不斷在震盪的時候 嗯 假設這個震盪的 這個震盪的結果是剛好 像你這樣子 這樣子的坡 這樣的坡就是 一個坡 事實上 這個長度是半個坡長 它剛好 我們震盪頻率剛好導致它 過去再過來是一個彈真的坡 所以它變成中間是個鑄坡 那我們這兩個點是我們的節點 因為它會疊在一起 它只會變 那我如果是這樣子 你看 你看 中間是可以看到有一點不動 演講看有一點不動 那就是節點 這就是節點 這就是節點 對 所以像這個長度 我如果頻率是空不到好的話 我可以空出有三個節點 我可以空出有四個節點 對不對 我可以空出 我空出不到我的節點 但是你可以知道 我是可以等分它的 假設我的節點可以出來 然後我等分它 所以一般來講 一個橋的設計 它不會讓它 柱子的位置是固定的 讓它等分 你柱子到等分的時候 你會讓它變成節點 然後你的能量可以一直傳遞 一直循環 一直循環一直循環 那橋就會斷 所以通常這個柱子的位置 會有差異性 它不會到等長 等分它 它不會等分這個橋的長度 死狗 像這個房子的設計也是一樣 你不能完全去等分它柱子的位置 你完全等分柱子的位置 可能造成你的坡 會在裡面形成一個柱坡 那形成柱坡之後 它就等分量位置不斷累積 好 你看 柱坡都要形成 像我看兩個點固定的時候 它的柱坡就一直存在 它就不會停 不容易消失 基本上 如果沒有空力阻力 沒有其他阻力 它就不會消失 它就存在 好 所以 像 像在 音響器材 它就有翻譯 它就所有的翻譯 就是 當這坡清晨的時候呢 它不是 不是那麼 就是 它實際上有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 那五圍坡 假設這是一條旋 這是一條旋 對 我的本來是我的長度 對不對 我拿起來 當 你可以看到 那個血是成這樣震動 對不對 你眼睛看不清楚的地方 它有些地方成這樣震動 然後還有 還有的是這樣震動 可以這樣 然後 直側這個幅度更小 這幅度更小 這幅度是比較小 比這個小 所以它怎麼疊在一起的話 你眼睛看不清楚 你眼睛看不清楚 你看它是原產 好像是這樣 它是疊在這個上面的 那另外一個鍋 一樣疊在上面 所以這個整個震動 它不是那麼均勻的 就上下 它只有 有小的鍋在上面疊著 那我們這條反應 你看 就是一個波形出現之後 實際上 在這個弦上面 它會疊加了 許多翻譯上去 當然你的翻譯 倍數越高的時候 它的震幅就越小 影響度越小 所以你看 聽一個聲音 不會只聽到一個很乾淨的 很純的聲音 它通常都有些翻譯在裡面影響 我感覺上是有點 有點回音的感覺 是不是這樣 沒有太懂 就是你聽到聲音 不是很 不是一個很乾淨的聲音 它是 它是被疊加在一起的 所以所有的聲音 都不是一個簡單的波 都是 對 它沒辦法形成 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應該沒有 除了說電子音樂 可以聽到一個很單純的音樂 很單純的聲音 很單純的波 很單純的波 那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個是 水波的乾澀 水波的乾澀 我們知道波跟波通會疊加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水波 然後 我們來做一些設計 像 我們想說 像我們雷達 雷達怎麼去震測固體 例如說雷達我們看到 飛機上雷達 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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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比较强化的 那我们如果都像比较精密的 一样靠声音去感测 现在什么东西 插一波 插一波 看那个小baby的插一波 像插一波观测去探测 它靠什么探测 它应该是靠反射 靠反射 靠 那它怎么可以感测到那么清楚一个孩子的立体结构 因为 因为我先逼我要先反射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的差异 来判断 就跟蝙蝠一样 但是详细机器怎么操作呢 我跟甲总比较有 有个立体空间 那我超音波打出去 我收到回波 到底是从这边回来的呢 还是从这边回来的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 是一个很像电视桶 因为它参拨 参拨 参拨 所以它的频率很高 它的 那是什么 波长很短 所以波长越短呢 它静命度越高 画质就越高 画质就越高 没有错 但参拨 频率越高 画质越高的情况之下 相当于我们应该就越高 那可能就可以造成一个伤害 比如说像我们超音波碎死 我们假设今天有 那个叫什么 圣结石 那你可能要用 我今天假设可以用超音波把它提碎 那之后我们抬出来 把它碎死 那超音波碎死 就是用超音波去挤动 那频率是相当高的 所以同样我们先讲 穿过去测baby的时候 你的频率不能调太高 不能调太高 它有限制 它有限制 那它靠来也是说 我先在凉水里面 凉水里面 我是一个戒指 我碰到tire的表皮 是另外一个戒指 它就有反射波 对不对 就有反射波 那我用的是一种 扫门的概念 所以那个东西 贴在皮肤上的东西 它是同时间是不断的扫描 来回扫描的 来回扫描 就像是我用一个 就是我这样看 那我这样看 可以同时间看到椅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知道 椅子的位置在哪里 我就可以不断的 去观察每个点上 那在电脑里面做 汇整 整个液体表面 这超音波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讲 讲那个 水波 水波 水波的干涉 跟那个 绕色 我们先讲干涉的部分 它 当一个水波清下去的时候 假设我可以在这边 持续长年波 那持续长年波 那持续长年波怎么做 一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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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滴的时候就是 形成它的一个 频率 一秒钟低时滴 我就滴 就是死 所以一个形成一个波 我现在有画出来 是 我们叫波峰 所以中间没有画出来 就是波骨 波骨 波骨在下面 波骨还在那边的位置 没有吗 好 同样的假设在这边也滴 也在滴 滴水 这怎么办 这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条线一样是波峰喔 好 我们已经看到这边有个点上 焦点 它画的不是很高点 对 对 好 你可以看到什么 波峰的地方 有交汇 有交汇 那波峰跟波峰交汇 会变什么 会变更高吗 它这个 是个 叫做 它叫做 腹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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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像波峰跟波骨呢 这边会怎么样 会相较 会相较 这边就是没有高度 那如果波骨跟波骨呢 像这个是波骨跟波骨 波骨在这边 会更沉 会更沉下去 会更沉下去 所以这边是波骨跟波骨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像这条连线来讲的话 这边 这边是波骨跟波骨 这边是波骨跟波骨 这边是 等一下 这边是波骨跟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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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骨 波骨跟波骨 波骨跟波骨 波骨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这条线上是 它的整个 正幅是被加成的 从最高到最低 最高到最低 正幅被加成的 那我们如果整个来看的话 它事实上会判出一条线 这边画的多少 我们用电脑 再来看 事实上可以看 这个课本上也有 但是我这边电脑 昨天有说一个模型图 这个是用3D设计画的 但是我本来还是希望把它做成那个 可以正正抵抗它的叠成效果 但是现在寄出来还没到那边做出来 好 这个样子 可以 一架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线 这是波骨跟波骨的线 这边有另外一条线 这边有另外一条线 这是波骨跟波骨的线 这边有波骨跟波骨的线 好 它可以看 那我们 接下来就可以考虑 那这个线会出现在哪里 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到说 那它的位置是什么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会去考虑它的点 因为理论上 波骨跟波骨接触 你跟你的两个点缘有关系 我两个位置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假设我两个位置之间是 假设我两个点的距离是 一个浪感 那我这样子传递的时候 好 这是我的圆 我的源头 假设这两个之间的距离是浪打 那浪打是一个波草 以至于我这边出来的波 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这边出来的波 也会是 会是这样子 好 那它这边是香肖 就是 我这个点炸 我的波封 让我最后的波骨 让我最后的波骨 让我最后的波骨就像香肖 那我如果是 我如果长一点呢 是2分之3 2分之3浪打 所以我这边出去的波是这样子 2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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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这边出来的波是这样子 上面 我画错了 我画错了 2分之3 是这样子 对 然后这边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就有叠层 就会在这边形成一个波骨 好 这是 箱掌 对 箱掌 箱掌 那个是 这是波箱的意思 箱掌 它就会形成这样 所以我们的波的两个 那个波圆的位置 会影响到整个波的形成 好 那我们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立体波来看的话 就像是 课本这边所显 我们如果用这个 这是S1 S2 S2两个距离波式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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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第一条复线是指两个中间的这条线 中央的点 刚刚在这两个坡远的中间点上 那接下来是这个点 那你可以看到是 这是波峰跟波峰的交汇 也是波峰跟波峰的交汇 这个点跟这个点 那它可以看到是这个距离 你看像这个点的距离 这个是假设是Q1 这个是Q2 Q1跟S1 这边距离几个 是三个波长 那 Q1跟S2是几个波长 是两个波长 对不对 所以Q2跟S1是四个波长 这边是三个波长 或者是说 像 所以中间那条线呢 是M0 就基本上它们的波 是同个 就是 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它决定是 这个位置 那这边的话 就相对来 这边比较长 比较长 那你会看到是 就是那种模式 假设我今天想知道 是第几个 第几个位置 所以它可以有几个位置 中间有几条波 5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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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线吗 你指的是说 它从两个波源出来 然后 然后 在这条线状的部分 可以有几个 几个那种 就是 这是副线 这是第二副线 这是第一副线 中央副线 第一副线 那有第二副线吗 有第二副线吗 有第二副线吗 假设我们这边的距离是 这个点 跟 所以我还是可以有第三 第二副线 对不对 然后 接下来 才会有第三副线吗 没有 没有 很懂 副线是什么 副线就是 扣线扣线扣线的交配 那条线 交配 那条线 就是 那什么发展的原因 因为它还会 去往前延伸 那波还是去往前延伸 那波也会 继续 增加 那你不是说 波红跟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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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是第一条线 现在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圆团吗 有啊 有圆团吗 有圆团吗 有 在英文教室 英文教室有圆团 好 改天把它拿到 好 再一个这里面 这个部分 其实它是 要解释的是一个介绍 我们接下来 我们下礼拜会做一个 下礼拜讲到那个 牛顿光学的时候 就会讲到 像那个 真的光的干涉 老色的族形 跟干涉的族形 是什么 因为它实际上就会产生一个 就你 你从两个 两个 两个点上的 产生的波红 它流行的开始 那我们现在讲说 假设是 波红跟波红香蕉 波红跟波红香蕉 那条线上 这条线上 你所看到的是什么 是比较亮跟比较暗 特亮跟特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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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是比较亮 因为你要想 你看一个坡 我看到一个坡 配合我现在看到这个光很强 这个光很强 是不是它的正乎很大 正乎表示 它又高又 就是高的很高 低的很低 对 假设是光很暗 看到什么 是不是 高的没有很高 低的没有比较低 所以刚刚看到的是 我假设 这个是坡 我坡峰跟坡峰相交配的这个点上 是不是这边的正乎 是两倍于原来的正乎 我的坡谷 是不是 低的地方 是不是两倍于低的地方 对 所以也就是这条线 看到什么 看到是比较亮 假设这是光源 对 看它是比较亮还是比较暗 对 所以相对这样比较亮 因为它的正乎比较大 比原来大两倍 所以看它比较亮 所以另外一个是 结线的地方 是什么 就是我的坡峰跟坡谷交配的地方 比如这是坡峰跟坡谷 对不对 这是坡峰跟坡谷 对不对 所以这边有坡峰跟坡谷 这条线是什么 坡峰跟坡谷它抵消了嘛 所以它没有正乎 基本上没有正乎啊 对不对 在这条线上 所看到的是 坡峰跟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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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的是 被抵消掉的 所以这条线看到什么 没有 是暗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刚是从水坡解释 到这边来 我们下一个 下一阶段我们要看的是 光的干涉 假设我们要找到两个点光源 我理知道 我就可以让它鼻子干涉得清楚 就是明暗明暗明暗的图形 而且它的线 其实它是会有这样一个结线的现象 会像这样 像这线是双曲线 这线是双曲线 对 在这条线上 特亮 这条线上暗 这条线上暗 这条线上特亮 就会有明暗明暗之内教会 这是 牛顿通常是利用这个现象 来证明说 光是坡的一种 因为只有坡 坡动现象 才能够达到干涉的现象 好 这是 这样 OK 今天见到这边 那我张力跟坡素的影响 刚刚讲一点点 那事实上我希望 大家回去有空会思考一下 我会记一个参考资料给大家 好 那你们有空会看看 他到底怎么讲 那下礼拜 我们可以 用来部分再做讨论 因为他计算也是 跟简线这种相关 我希望说大家坚强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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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